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大米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主食 平时我们在煮大米的时候 都是清洗清洗,加入清水就直接煮了 这样煮出来的米饭口感一般 始终是没有在饭店里面的好吃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煮米饭非常好吃的小技巧 学会以后煮出来的米饭保证粒粒分明 香甜松软,跟饭店一样的好吃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根据家里面的人数 准备适量大米倒入碗中 加入清水,把大米简单的淘洗淘洗 清洗大米呢,一定要用凉水 用热水的话,会使大米的营养流失 在淘洗的时候,不要去搓洗 要像这样轻轻地揉着洗 要是搓洗大米,会把大米表皮的营养搓洗掉 洗好后,把淘米水倒入碗中,留着浇花 淘米水的营养丰富 浇花可以使花长得非常好 加入清水 把大米再淘洗一遍 清洗大米呢,要注意 洗的次数不要太多 最多两次就可以了 次数多了,大米的营养流失的越多 然后控水捞出来 直接放入电饭锅中 加入清水 水的量就根据平时煮饭的水量来加就可以 因为大米的品种不同 吸水性就不一样 所以,就按平时的水量就可以 像这样,把大米浸泡8-10分钟左右 把大米提前浸泡一下 可以让大米吸收一部分的水分 这样可以减少煮制的时间 还可以使大米更松软、好吃、有韧性 但是不要浸泡太久 太久,大米容易碎 就不会粒粒分明了 影响美观和口感 时间到 看看大米已经吸足了水分 体积明显变大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往里面加一勺白醋 大米在煮的过程中 里面的淀粉会糊化 碱性的环境会促进淀粉的糊化 而刷性的环境则会抑制淀粉的糊化 所以,在煮米饭的时候 加一勺白醋 米饭则会更加松软、清爽、粒粒分明 接着,再加一勺盐 加盐可以刺激出大米的香味 这样也会加速煮制的时间 还可以使米饭更加松软、好吃 最后,加少许猪油 这里呢,可以加其他油 只要是熟油就可以 不过,要加没有味道的油 加油,煮出来的米饭会特别松散 不会粘连在一起 特别香甜、好吃 那平时,在煮米饭的时候 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 要吃软一点的米饭,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大米往一边扒一些 这样水多的一边就会软一些 水少的则会比较硬一些 如果对于软硬口感没有要求的 把它铺平整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电饭锅中 盖上盖子 选择煮饭功能键就可以了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了 拍摄不易 制作不易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米饭煮熟后 先不用着急打开盖子 给它焖五分钟左右 使米饭里面的水分蒸发 这样吃起来 口感才会更加香甜、好吃 然后打开盖子 哇,真的好香 打开盖子 就可以闻到米饭的香味了 非常的香 来看看 这个米饭特别松软 每一颗都是晶莹剔透的 看着就很好吃 但是不要着急盛出来 先把它打散 使米饭里面的水汽蒸发 这样盖上盖子的时候 米饭就不会盛坨 然后盛出来 装入碗中 就可以开吃了 看看 用这个方法 做出来的米饭 颗粒分明 晶莹剔透 吃起来特别好吃 不用菜 都可以吃上一碗白米饭 用这个方法来煮米饭呢 大家都可以试试哦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